还没等我愣过神 紧接着一条短信也随即发送到了我的手机里 孙女士 你的丈夫出轨了你知道吗 我和田丽君刚刚结婚才一年 被孕却已经准备了整整三个月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个月我的生理期推迟了13天还没有到 按耐不住忐忑心情的我 今天一载就自己偷偷跑去了医院做检查 在看到化验报告的那一刻 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这个孩子对于我和丈夫来说真的是太宝贵了 当我正准备将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我的丈夫时 手机却在此刻收到了一张震撼我三观的照片 还没等我愣过神 紧接着一条短信也随即发送到了我的手机里 孙女士 你的丈夫出轨了你知道吗 我死死盯着屏幕上的字 手指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回复了那个陌生的号码 你是谁 你有什么企图来伪造这种照片 那个号码过了很久 才给我发过来一个地址和一个包厢号 还说如果我想知道一切 明天下午两点准时去那里找他 回过神的我 捡起了被扔在地上的化验报告后 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里 环顾着这个他精心为我不置的家 我怎么都不敢相信 我那个温柔体贴的完美丈夫怎么会是那主人 回想着和丈夫田丽君的相遇 简直就如同小说里的浪漫故事情节 那个时候的我刚刚来到这个大城市 通过老乡的介绍进了一家工厂里做一个普通的文员工作 可刚到这个陌生城市的我 由于付了房租和押金后能中着实羞涩 所以不得不在周六日休息的时候 在家政中心那里找兼职做 我的那时雇主是一对退休的高中老教师夫妇 田丽君妈妈的家正巧就在这对夫妇家的对面 因着我每周末都会去做家政 也总会在老教师家遇上过来串门的田妈妈 久而久之 我和田妈妈也逐渐熟悉了起来 田妈妈总是在抱怨自己儿子工作忙 不找女朋友 自己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抱到孙子 还说以后找媳妇能找到像我勤快机灵的她就阿弥陀佛了 每次听见田妈妈这么和我抱怨 我都只是礼貌性的笑着不作声 我有自知之明 我配不上他家那个帅气且事业有成的金贵儿子的 天上掉馅饼的事儿谁信 可谁承想 那么大个馅饼还真就砸在了我的头上 那天我刚刚结束工作准备坐公交回到出租屋 没想到突然下起了泵泼大雨 此时被淋透的我只能将原本不大的小胯包举过头顶后 朝着路边便利店跑过去 在店里我遇见了同样在碧雨的田丽君 你是孙敏 一个高大帅气且硬朗的男人贴心地递给我一包纸巾后问道 接过纸巾的我一愣 一脸茫然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我的名字是田丽君 我经常听我妈妈说起你的 我之前见过你拎着才去李老师家 田丽君面带微笑看着我 你好说完我的脸顿是一红 别看我年纪不算小了 可因为生活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谈过恋爱 第一次被这样出色的男人盯着看 实在是有点不太好意思 正当我还在犹豫要不继续和田丽君在寒暄上几句时 他却拿起了自己还算是干爽的外套披在了我的身上 你都焦透了 多件衣服能冷和一些 拜道春寒和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所赐 我现在的确是冷得浑身发抖 田丽君的外套也正如他所言 起到了很大作用 外面的雨是逐渐在变小 许是看我的样子实在是太狼狈了 田丽君主动开口提出了要送我回家 我刚想开口拒绝 田丽君像是若有所改一样 马上笑着反问我是不是不放心他的人品 我不好意思地冲着他笑了下 只好让他送我回了家 一路上 他耐心地和我介绍沿途的风景和建筑 让我对于这个初来乍外乡人第一次有了一种莫名的归属感 之后 田丽君和我的联系借着那次大雨也越发地频繁起来 我们会默契地每晚等着对方一起视频聊天 每个周末他都会等我从李老师家下班后带我去 吃本地的特色餐厅或者去有名的网红地点打卡 终于 在一个寻常的周末 田丽君带我去了游乐场 在我从小就梦寐以求地旋转木马前 他问了我 并恳求我做他的女朋友 我羞涩地将头埋进了他的怀里 点了点头 这一瞬间我被幸福蒙蔽了双眼 竟然没有注意到在我触碰到田丽君时 他的那一瞬的僵硬于眼中一瞬而过的延误 我和田丽君恋爱后 很意外地得到了田妈妈的支持 每次去李老师家工作的时候 田妈妈都会特意准备一堆好吃的等我下班的时候带回出租屋 从小就失去母亲的我 终于体会在田妈妈那里感受到了母爱的感觉 我讲这件事讲给田丽君的时候 他还是打趣我是那种给点温暖就灿烂的小可怜 我将笑着轻轻拍了他一下 田丽君是个很老派的男人 就算在热恋期间也一直都没有对我做出过任何冒犯 愉悦的举动 他说他不是那种等不起的人 他愿意等我成为他正真的新娘子的那一刻 不得不说 当时的我听完这番话 可这时是感动坏了 之后的我们就像其他美满幸福的情侣一样 一步一步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在婚礼当晚 我还沉浸在新婚之夜的憧憬中时 我新出炉的丈夫田丽君 居然直接朝着我双膝跪地无助的乌叶哭泣着 小民 我对不起你 我骗了你 我我其实是性功能障碍患者 这辈子都不能和你有正常的夫妻生活 田丽君原本硬朗的脸 此时却在我面前变得虚幻起来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眼中大颗大颗的泪珠向下滑落 小民田丽君贵走到我的脚边 抱着我的双腿轻声抽气着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 可是我太爱你了 我不敢想象你知道这一切后会不会不要我了 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我的一切都可以交给你 房子 银行卡 只要你说只要我有 我呆呆地看着那个我所深爱着的男人 一脸颓然 最终首不得放下田丽君的我还是说服了自己 和田丽君继续像寻常夫妻一般将日子过了下去 婚后的田丽君对我更好了 他说他在没办法改变自己的生理缺陷的情况下 还将我拉下了水 如果再不对我好一点 他怕老天也不原谅他 他说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我 随着田丽君的公司的效益越来越好 他身边的狂风浪蝶也变得逐渐多了起来 虽然我知道他不行 可别的女人不知道 一天天花之招展地围着他转 那几天 我像一只气势汹汹的小母鸡 蹙意表现得淋漓尽致 弄得田丽君哭笑不得 经过这件事后 田丽君在外应酬的时候都会提前和我打电话报备 一旦有女人想要贴上他时 他都会躲得远远的 公司里 不少员工私底下都说是我育夫有方 不仅如此 只有田丽君不忙 他都会开着他那一百多万的越野车在工厂外等我下班 每到这时候 我厂里的女同事们都会向我投篮羡慕的目光 不得不承认 那一刻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可在顺遂的生活还是会中途出现一些插曲 我勃勃开始催生了 面对催生 我没办法把田丽君不行这个事实告诉这个对我如亲女儿般的老人 只能一直应付回答着 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我最后还是不得不和田丽君说了这件事 让他直接和他妈去说实话 田丽君一口硬下了 我原以为这件事就该结束了 可谁知有天晚上田丽君油油郁郁了很久和我说小敏 咱们要个孩子吧 我顿时一愣老公 你的这个情况怎么生 田丽君早有准备 他说以他现在的身体条件 可以在调理身体的同时试着去做一下试管婴儿 田丽君似乎感受到了我的不安情绪 轻轻地抱了抱我后柔声和我说小敏 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 嫁给我已经够委屈你了 那你呢 你想要个孩子吗 我在他的怀中 轻声问着 如果可以 我当然想 不过决定全在于你 你不愿意就算了 田丽君的声音里有着一丝疲惫 我最终还是同意了 我不想让田丽君失望 也不想让婆婆失望 也许有个孩子后 我和田丽君的日子估计会过得更有笨头 幸福地过完一生 可现在所有对于未来的憧憬都被那张田丽君和一个长相 妖娆的女人在宾馆的房间内忘情地拥吻的照片给击碎了 晚上七点的时候 田丽君告诉我要加班 结果他居然一夜未归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时 发现已经回家的田丽君正手捧着化验报告开心地笑着 他见我已经起来了 立马去给我准备了一顿营养又美味并且适合孕妇的早餐 看着他笑意款款地摸着我的肚子 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别扭 好在他很快就去公司上班了 临走前还嘱咐我 午饭和晚饭的菜单他刚刚已经和家政那边确认过了 让我不要挑食多吃一点 我含糊地说了个好 他满意地走出了家门 下午两点我准时出现在了一个私人会所前 我按照那个号码发给我的信息通过服务生的指引来到了包间门前 我深吸一口气后 按下门把手 推开了属于我的地狱之门 我扫了一眼包间里坐着的男人 明明长着一副斯文的长相却有着一种让人不舒服压迫感 我强迫着自己去指示他你所说的真相是什么 男人看了看我将目光落在了我的小腹上后 开口说到你怀孕了对吗 我沉默地点了点头 事管婴儿 男人露出一副不屑的笑森民 你知道吗 田丽君他是为了救一个女人才会丧失做男人的权利的 而那女人却为了前途抛弃了他 可现在他又回来了 甚至还和田丽君开始重温旧梦了 听到这话的我瞬间瞳孔放大 你是谁家派来的 你凭什么污蔑我们夫妻之前的关系 我大声叫嚷着 紧接着 一打厚厚的的照片被摆到了我的面前 里面的人物全部都是我丈夫田丽君和那个女人 根据照片上的时间我发现 从我开始做事馆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开始背着我勾搭上了 最近田丽君所谓的加班都是假的 他都是偷偷去陪那个女人了 我像是一个泄气了的气球 摊坐在椅子上 默默地流着眼泪 顺便再说一句 田丽君可是对他承诺了 等你生下这个孩子之后就和你离婚的 以后对外就说这个孩子就是那个女人亲生的 而你这个亲生母亲 就会被彻底从这个家里抹去痕迹 这一次 我的三观彻底被震碎了 我突然反应过来并大声质问着男人 把这种真相血淋淋地撕下来给我看究竟是有什么目的 男人抬眼又那冷漠却又带着些许同情的目光看着我 我和田丽君有丝绸 出于私人原因我不方便出手 所以想让你来动手 男人顿了顿你甘心吗 一腔真情喂了狗 他们不仅要夺走你的孩子 甚至还在算计你在公司里应得的股份 是了 自打我辞职后就一直跟着田丽君在他的公司工作 当初结婚的时候 田丽君还给了我部分股份当作财力以及后来的补偿 没想到田丽君现在居然还敢打这些股份的主意 男人看出了我暗藏的动摇后继续劝说我孙女士 你最好别对田丽君回归家庭有着任何的期待 王丽 就是照片里这个女人 她可是田丽君的初恋 田丽君为了她连命都可以不要 你拿什么和她比呢 孙女士 这是一项我们双方都共赢的事情 希望你在冷静下来后能仔细地考虑一下 我会在力所能及之处为你提供最大的帮助 男人的嘴角微巧 随即对我笑了一下我留在国内的时间并不多 所以希望孙女士能够尽快做出决定 毕竟像我这么好的助力可不好找 说完 男人便起身离开了包房 我一脸木然地呆坐在包房里 眼镜死死盯着桌上那些照片 心里更是五味杂陈 为了坐试管 我遭了多大的罪田丽君 他不是不知道 可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颤抖着双手将桌面那些令我作呕的照片一张接着一张剪了起来 等到将所有的照片都收进我的胯包里时 我的泪水也跟着瞬间决低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终于把情绪收住 简单去洗书间处理了一下哭花了的脸后强打着精神回到了家里 此时田丽君还没有回家 家政阿姨也早就走了 餐桌上的菜也是冰冷的就如同我现在的内心一般 我第一次开始仔细检查这个家里关于田丽君的一切物品 屋里的每一个角落我都没有放过 最终在田丽君平日里放私人杂物的柜子最底层的抽屉里 我发现了一个被葬得很好的吊着项链 里面欠着的正是田丽君和那个女人亲吻的照片 也是这个东西彻底击碎了我最后的一丝幻想 我擦干了眼泪 拿起手机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 电话里 男人让我最近开始留意田丽君公司的财务近况 还说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能想办法备份一份财务资料给他 至于我这边关于和田丽君的夫妻共同财产的相关问题 他加上我的微信后给我发过来一份文档 让我按照上面的方法开始转移这部分的财产 我撂下电话 急忙打开文档 里面的方法介绍的都很详细 一看就是早有准备 我已经不在乎这个男人和田丽君之间有什么丝绸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让田丽君为他的背叛付出代价 老婆 今晚有饭局 得晚点到家了 你自己早点睡 别等我了 帮我和咱家的小宝贝说句晚安 电话那头的田丽君依旧还是那么体贴 温柔像极了一个真正的完美的丈夫 如果我不是躲在街角看着田丽君拥着王力上了车 我可能还真信了他的鬼话 我嘴角扬起冷笑 应付答了一句后就挂断了电话 既然你喜欢演富气恩爱的剧本 那么我就陪你玩下去 田丽君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 这一夜我躺在床上 瞪着双眼直勾勾的盯着屋顶 田丽君晚上回来 轻手轻脚的推开卧室门时 我突然装作在做噩梦嘴里大喊大叫 见此情景的田丽君马上爬上床试着用双臂抱着我 却被我一个甩手狠狠的扇了一耳光 老公 我 我怎么了 你的连老公都是我不好 我不意哭成梨花带雨的模样 一脸委屈且无辜地望着田丽君 被打了的田丽君捂住了自己的脸后 还是无奈地继续用着语气温柔地安慰着做了噩梦的我 而我却在暗自得意 这一巴掌打得还真是痛快 老公 我好怕我们的宝宝会不健康 我马上转换情绪 徐徐拦住田丽君的手臂将脸贴在他的肩膀处 田丽君安抚着我 和我说只要我按时去做产卷 每天乖乖地把他安排好的食物都吃下去 我们的宝宝绝对会是个漂亮健康的小宝贝 我听着他对于孩子的热气期盼 看着他沉浸于未来父死子孝的画面时 我不禁嘲讽地笑了一下 想要夺走我的孩子 你做梦 后来的几天里 我开始变本加厉地做腰 要么就是抱怨自己身体不舒服 让以前经常晚归的田丽君在回家后还得给我做按摩 要么就是以孕期胃口和平常不同为由 田丽君让我吃下的东西我全部都吐了出 没有办法的 他只能让我婆婆过来贴身照顾我 婆婆对于我什么都吃不进去很是头疼 每天都是用为了孩子为借口让我多吃一点 可我依旧还是不吃 田丽君只好来回奔波于室内的各个地方给我买能吃得下的食物 并且每天也抽出了更多的时间来照顾我 这下子 王力怎么会愿意 据钱于给我提供的消息 王力最近因为我的缘故可没少跟田丽君发脾气 甚至以死相逼 让田丽君和我尽早离婚 在我和王力的双重折磨之下 精神头不够用的田丽君也终于对我的防范也越发的松懈起来 趁着这个好机会 我已见凤抽真的开始着手准备我的婚内财产转移 不得不说 那个男人给的方法的确不错 在田丽君不知不觉中 我已经转移出了一部分的财产 过了几天 男人那边开始催促着我赶紧将财物资料拿到手 他说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解的问道 田丽君知道我回国了 他现在生怕我找他麻烦 所以狐狸尾巴葬得越来越严实 据说他现在也开始对手里的那些资产开始进行盘点了 这对孙女士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速战速决 对现阶段的你和我都是最有选项 电话那头的男人低沉的说着 我听后马上就是一个机灵 嘴上马上应下了男人的要求 田丽君的公司现在也就是个初创公司 公司里的财务是一个退休的阿姨 他每周周五都会提前回家去接自己住校的孙子 所以我将去公司的时间定在了周五那天 这件事我也和那个男人通了个气 让他想点法子把田丽君从公司里支走 男人犹豫了一下后还是答应了 周五下午我掐着时间来到了公司 田丽君果然不在 看着财务阿姨和我打完招呼后就下班了 我马上拿出从田丽君那里偷偷拿来的财务 是备用钥匙匠门再次打开 我熟练地打开了财务电脑里的记账软件 里面的账套果然不止一个 我将这些数据全部倒了出来 又去票局那里开始翻找对于我来说有用的凭证 最难办的就是被放在保险柜里的交易合同了 我只能去田丽君的办公室去碰碰运气 看看他今天把没把钥匙带走 我从平日里田丽君喜欢放钥匙的地方开始快速地翻找 老天开眼还是让我找到了 我拿上钥匙回到了财务办公室后 马柳地打开了保险柜 连带着牛皮纸文件带一起揣走了 回到家 我便马不停蹄地将自己的衣物和贵重物品全部都打包了起来 搬去了之前租好的新公寓里 夜晚 我收到了田丽君的来电 小敏 你在哪里 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 田丽君焦急地询问着我 我在哪里你不需要知道 田丽君我们离婚吧 我强装淡然地回复着 田丽君听完后居然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 直到我说了王丽的名字后 他才安静下来 小敏 你知道的我是不行的 我不可能和王丽发生些什么关系的 田丽君还在狡辩着 我承认我是一时昏了头 最近和他联系的比较频繁一些 但是我真的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我被田丽君的无耻气的浑身都在发抖 转手我就将他和王丽若吻的照片发了过去 田丽君这下子彻底消停了 之后的日子里 在前雨的帮助下 我和田丽君就财产分割问题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争议 可田丽君却死活不肯同意和我离婚 正当我一筹莫展实际 王丽却突然找上了我 你好 孙敏 王丽长得很有风情 和我这种轻瘫寡水的长相完全不同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和丽君之间的关系了 王丽轻言嘴角 得意地笑着你不要一直纠缠丽君了 尽快办理离婚 我和丽君看在孩子的份上也不会太亏待你的 听着王丽无耻的话语 我嘲讽地说着我想你是弄错 不是我不想离婚 是田丽君他不想离 至于孩子 医院就在那里摆着 想要孩子自己去做使馆 说完我打算起身离开 可王丽却不依不饶 一把对住我 我一个没注意脚下一滑摔在了楼道里 煞食 肚子突然剧烈地疼了起来 王丽看着我扭曲的表情 吓得马上拎着包顺着逃生楼梯跑了下去 我望着他逃跑的身影 强打着精神拿起手机给那个男人 也就是前雨打了一通电话 接到电话的前雨很快就赶到我的公寓 并小心地将我抱上了车 到了医院后他更是跑前跑后为我忙活着 我看着他忙碌的身影 又想到孩子的父亲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和王丽狼情惬意 我的心口顿时狠狠地被揪了一下子 孩子孩子没保住 大夫说孩子本身着床就不太好 流产的几率本来就很大 对不起 如果不是我被王丽跟踪了 他根本就不会找到你 前雨的语气里充满着愧疚 我擦了擦眼角的眼泪 哽咽着说都是命吧 是这个孩子选择离开的 也许他知道他的爸爸妈妈就要离婚了 他还没等我说完 田丽君突然打来电话 小敏 你在哪里 王丽他是不是去找你了 田丽君的声音异常地焦急 田丽君 拜王丽所赐 我的孩子没了 这下子你能和我离婚了吗 我带着哭腔艰难地说出了这句话 孩子怎么会没了 王丽对你做了什么 你在哪里啊小敏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不该当出鬼迷心窍的 我真的没有想过和你离婚 田丽君在电话里苦苦地哀求着我 我却毅然挂断了他的电话 一旁的前雨安慰着我 让我最近放心在医院休息 其他的事情都交给他就好 我沉默地点了点头 等我出院后 我在媒体上看到了有关田丽君的新闻 他被人举报偷税落税 不仅如此 还有的媒体把他在大学毕业时期诬陷同班同学超喜欢 利用不良竞争等手段对同班同学进行打击报复的事也挖了出来 甚至就连王立志三当三迫害原配流产等事实也被公之于众 这下田丽君算是彻底翻不了身了 我去监狱找田丽君签离婚协议的时候 田丽君苦笑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小民 无论你信不信 我都要告诉你 我从来都没有真的想过和离婚 我就是一时的不甘心 我和王立保证的一切都是骗他的 田丽君满脸悔恨 哭泣着和我继续说着是我 都是我的错 我是个畜生 是我对不起你 小民 以后你要好好的 看着田丽君现在的懊悔大哭的样子 我也强忍着自己的眼泪装作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 拿上了协议离开了监狱 一切的一切都结束了 离开监狱那天 我去见了田妈妈 她一下子仓老了很多 田妈妈紧紧握着我的手 寒泪的说着对不起 说她没有教育好儿子 正是拿到离婚证的那天 天空异常的晴朗 在我回去的路上 潜雨问我要不要和她一起去国外待一段时间 你应该猜到了 我就是那个被田丽君诬陷的倒霉蛋 那时的我走投无路 夜内的名声都坏了 没办法 不想转行就只能去国外 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新的开始 刚开始很难 但总是能活下去的 不是吗 潜雨轻笑着说道 面对潜雨的邀请 我犹豫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个曾经所谓的战友 有了田丽君的先例 我也实在没办法再做到可以随意对人敞开心扉了 许是看出了我的担忧 潜雨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反而是带着我去了一家苍蝇馆子 潜雨说人间烟火气最能治愈人心 希望这顿饭能安抚一下我那伤痕累累的心 这顿饭我是哭着吃完的 我最终还是同意了和潜雨一起离开的邀请 离开那天 我回望着身后这座满是回忆的城市 在心底默默地说了一句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